大家好,又來到整裝待發 今集繼續請到項目負責人Calvin 跟我們分享一些其他的完成案例 Hello Calvin,再給大家一個案例分享一下 今次我介紹一個是藍田單位 康柏院,500呎單位,四人家庭 業主要求地上容易打理 我建議他用拋光磚 拋光磚因為畫面容易打理 好過木紋地磚的紋理上可能會藏髒 還有沒有其他要求? 例如小朋友房間,我看到床很漂亮 因為空間不大,要在設計上擺衣物和書桌 所以在設計上也想過不同的設計 在床我看到很多顏色 顏色上你是用什麼物料去做配搭? 顏色上是用纖維板 然後就做局漆 去做一些不同的圖案 想做多些線條出來 最好就是用纖維板去配合局漆去做 對 明白 那我又想問 這個單位我看到一個廳裡 有一條挺有趣的橫樑還是門尾 那個又是什麼原因呢? 因為業主在風水上面也考量過 因為他想分隔兩區的大庫視線範圍 門尾上面就做一個門架 在天荷上面 對 在天荷上面 做一個分隔區 OK 令到好像有一個門框的效果 在那個客飯廳之間 對 那其實整體出來的效果是怎樣? 互主會滿意嗎? 互主其實給了很多時間 我去處理 在顏色上面也都想過很多顏色 跟他小朋友去對一對顏色 給一些3D效果圖 他看過就OK了 我們才去再處理下一步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效果 大家都很滿意 很滿意的 非常好 裝修最重要就是這樣 是的 好了 一連兩集 Kelvin跟我們分享 他過去完成的案例 看完今集的內容 如果想討論的話 可以在以下連結留言 那我們一起拜拜 拜拜 拜拜